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点朋友认为话讲得太绝对 事物在不断的发展 为什么涉及到一个千古不易 认为它永远没有变化呢 讲的这么一个问题 我们就这个问题也表表态了 他们自己的看法 赵孟福讲的这个用比千古不易 应该指的是中风大法 也就是说用比有一个规律 这个规律不能变 如果变了规律 并不属于同一属性 所以我们说的这个中风问题 是搞书法的人都必须弄清楚的问题 有人这样说 比有八面风 哪一面都应该可以用 实际上这样话说的不准 比虽然有八面风 但是使用的时候 却是以中风为主 中风是书法当中用比的大法 用比的总刚 这刚与六的关系必须弄清楚 准与次的关系要弄清楚 如果中风问题不解决 等于书法当中鼓励的问题没解决 所以赵孟福讲用比千古不易 便是指的这个大法 在这一点上 初学者务必能明白 什么叫中风 我们现在用一句话 可以概括它 叫做 长使笔尖画中行 这个说 这个笔尖 始终在笔画当中运行 这叫做中风 我们无妨做一个演示 看一下啊 开始的时候啊 因为AH写字 它不是长风 多数是漏风 所以开始下笔的时候 笔还偏侧 行走起来 就把笔尖拉入了中风 在中风当中运行 再写一遍 这是开始 这是偏侧的 先走起来 笔尖已经进入到笔画当中 是这种过程 嗯 树笔呢 也是这样 开始是偏侧 走起来 就跑到正当中来 是这种过程 嗯 再看一遍 这是宣真术 当宣真术的时候 我们会更能看得清楚 笔尖到最后 始终在正着 往前运行 所以说 长横长竖 这种带有股价的 一类的笔画 都应该是中风运笔 长辟长辣 也应该是中风运笔 我们写下看一看 比如说长辟 看看那笔 中风运笔 可以说 在主要笔画当中 都是应该中风运笔的 那么长辟 长辣 长横 乃至于 有些个 斜式的笔画 也需要中风运笔 不要看笔画倾斜 而实际上 封豪 并没有偏斜 比如说我们写一个格沟 这都是在中风运笔 这都是在中风运笔 短横短竖 也是这样 看笔尖使用在笔画当中运行 包括条沟 都是如此 那么我们就设计这个偏峰问题 偏峰是怎么回事 比如说我们这些个笔画 用偏峰写过来 它就不能成立 如果一下多大的功夫 当笔分不对 运行的路线不对 那么结果 它就是一种并态 比如说横画 我们用偏峰来试一试 所谓偏峰 就是指的笔尖靠近某一端 因为写横画的时候 不可能笔尖向下 只有可能是笔尖向上的偏峰 所以做一个 这样子看一看 这样叫偏峰 笔尖在上边 这样的笔画不能成立 为什么 因为它没有中线 它画中有骨 我们肢体上的肉中间有骨头在织成的 那么中峰是起这个作用的 其它鼓励作用 其它底部线和中线作用 如果没有这种中峰作用 这个笔画是扁的 它不是一颗棍 它是一个片 如果单是一个片 就没什么看到 它没有生气 它不是有肉的东西 再看树笔也是这样 如果不是中峰 是一个偏测 也是这样 写出是个片 这样的笔画 在书法当中 是病态 不能成立 因此 常年写字的人 在书法上 受到一种专门训练的人便知道 不是中峰用笔 书法当中 应该说是一个弊病 甚至是致命的问题 而且 不管是历书 楷书 行书 草书 撰书 任何一种书题 都必须中峰用笔为准 那么是不是我们说偏峰就没有用 这又是另外一回事 古人说 中峰取氏 偏峰取氨 偏峰取氨 偏峰的东西 在书法当中仍然有用途 虽然不以它为主 但在辅助作用当中 又是必不可缺的 比如说 短片 这之类的字 就常常是这种片峰 我们写个试一试 比如说 折法 这就是片峰 因为我这回一定要是中峰 就这样再转 这速度就慢了 而长撇因为是中峰 比如说宝盖当中的 这个过程 这是偏峰 很多的偏峰的地方 都和中峰交织在一起 可能是偏峰起笔 而中峰用笔 中峰行笔 我们刚才说了 旁话是这样 一起笔就是偏峰 走起来是中峰 如果一起笔就是中峰 写成是尖头的 再不仓峰就很难看 看写横的话 起笔是中峰 是这样的 那么收笔还是中峰 这个两头是尖的 这笔法也不能用 所以欧阳峰妙在 他用偏峰起笔 中峰用笔 然后虚间回笔 所以讲中峰 与偏峰的问题 实在是应该出学者 必须要掌握好的问题 那天老师 这是您跟我们讲的 这个中峰与偏峰的问题 那么涉及到这个藏峰 和陆峰的问题 您再跟我们讲一讲 咱们要谈一谈藏陋 这二者的关系 这个藏峰与漏峰 也要根据书题 根据风格不同 决定是选择哪种 有人以为 藏峰也是一个大法 认为凡是书法 都应该藏峰 这就未免太偏执了 可以这样讲 这个任何一种书题 都需要有藏峰这个技术 这是没错的 比如说欧阳熊的 魂峰当中 也属于藏峰 他的切笔 每一种程度讲 也应该有藏峰的这个含义 但是 以爱尔王父子为主的 一千多年以后 这段时间里面 基本上 宗崇二王的 都是漏峰入职 那您在给我们演示的时候 我发现也是漏峰入职 比较多一些 对 因为欧阳熊的 他基本是漏峰入职的 这个比如说 阎君清和柳文全 咱就说欧阳柳赵的四题吧 欧赵 它是漏峰的 这个阎与柳 它是藏峰的 所以有这么一句话 叫做 颜柳施魏晋 欧赵秉中王 就看来他们在用笔方认的 互相这种 系统关系 现在我们说一下 这个藏峰 这个藏峰与漏峰是怎么的事 所以藏峰呢 就把笔尖在开始行笔之前 把它藏在笔画当中 比如说 比如说 写横 是这样 叫做藏峰 藏峰 再看一遍 藏的有藏的大有藏的小 某个人呢 商须点 这也叫藏峰 树笔也是这样 其笔呢 这样 叫藏峰 把笔尖藏在笔画当中去 那么在收峰的时候呢 也藏 比如说 写树笔 下来 收峰时候 回来 撇着这样 撇着去之后 还有这个回来 哪怕是 这种 叫做无往不收 无垂不缩 写那比较这样 完之后 反回来 大概有时候回的虚一点 就是回的虚一点 藏峰用笔呢 有这一种说法 叫做 欲右先左 欲左先右 欲上先下 欲下先上 无垂不缩 无往不收 这就是藏峰的那个 基本规律 但是 如果 以此 作为一种结论 概括 所有书法 都应该这样用笔 就太翻掉了 因此 二王这个系统 包括余世南 楚遂良 欧阳巡 赵茂福等人 他们基本都是漏峰入职 那么漏峰入职 与藏峰入职呢 效果不同 藏峰显得厚重 显得古浊 这漏峰呢 显得干净 利索 显得骨骼 最常的清洗 因此说呢 我们唐用一种笔法 单纯是参峰用笔 那么显得就太单调了 而且也容易掉入一个 这个公式化的泥坑当中 我们现在说一说漏峰入职 这是漏峰 所以漏峰就是几米不藏 直接切笔就走 然后中峰用笔 然后中峰用笔 这叫做漏峰 然后中峰用笔 这叫做漏峰 也不用往前走再回峰再再回来 也不用直接那笔直接出去就可以了 这叫做漏峰入职 因此显得非常的干脆 欧阳巡在入职的时候 如利剑切割 毫不含糊 没有拖泥袋水的地方 这是他的风格特点 那么这是您讲到的 藏峰漏峰的问题 那么欧阳巡呢 在这个藏峰漏峰上呢 大多是用的漏峰 那么我们发现呢 他似乎在这个藏峰漏峰上呢 在这个方笔原笔上呢 大多又用的是方笔 对 您给我们讲一讲这方笔和原笔 所以方笔啊 就是带龟角的笔 这见脚见脖 这叫做方笔 我们还有横竖 这方面来说清楚 前面七笔 这叫方笔 你看它有这么一个 龟角 转折的时候 往上去抬 往下去走 这个龟角 这个地方 都叫做方笔 包括纳笔呢 纳笔虽然带出之后 看这 这仍然是方笔 这笔是一个带角的 那是不是在点上 也能体现出来呢 点上欧阳巡呢 是半方半圆的 所以它 左边点的时候 看 带出这样的角来 就这个角 或者是这样 这叫做 半方半圆 右边也是这样 这边学的讲 对了 这叫方笔 所以圆笔呢 欧阳巡也 皆可使用 比如说 它有些个片 有些个片 比如说 它写这个 圆的片 是这样写 这就是圆笔 嗯 它并没有这个 有时候这样写 就属于方笔 这是方笔写的 有些个短片也是这样 比如说写一个嵌子 注意看啊 这是圆笔 这是方笔 这是圆笔 最后的这是方笔 我们就能看得出来 欧阳巡在使用笔当很丰富 因此呢 我们这样的结论几句话 这个欧阳巡 中风偏风同时运用 以中风为主 欧阳巡 方笔与远笔 同时使用 以方笔为主 欧阳巡 藏风与漏风 同时使用 以漏风为主 因此也就形成了欧阳巡 这种比较利落挺拔的这种风格 嗯 那么您能不能给您演示几个字 让我们看一看这个方笔远笔 藏风漏风 以及这种评论 好的 我们呢也不称文的写几个字 好的 编字 嗯 其笔啊 现在是圆 嗯 收笔是方的 第二笔 其笔也方 收笔也方 嗯 第三笔呢 基本是方笔其 方笔收 嗯 那么这天字呢 基本上是方笔 你看一看 也字 这是方笔 这是方笔 其笔也是方的 这里是圆的 因为从头到底它不见什么圆 不见什么圆 不见什么方角 嗯 嗯 嗯 我们再写个永字看一下 这绝对是中风用笔的 你写个枝字 这就是直接入封入职 这就是直接入封入职 以 美 前面的就是方笔 欧阳俊在写的维子 最后这个转折是这用这个圆笔 注意看 是他经常不用的在这种转折当中 而在维子上 他经常在这个地方用圆笔 嗯 这用这个圆笔 燕真卿这种转折的时候 经常用圆笔 欧阳俊本来在这种转折当中 都是方笔的 而偶然的在写维子处 就使用这种圆笔 这是应该注意的 别看心字这个 这个 这个弯笔这个 但是转折这个是个方笔 尤其这个要建脚 啊 然后 起来 这样 我们写一个成功的成字 因为成字的难度比较大 好 今天事件关系 我们就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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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